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改成了總複習 那也增加了一個壓力急救的單元 所以這週的作業一樣要做放鬆訓練 要持續的練習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的生理 激動程度緩和下來 說話比較平緩 動作稍微慢一點 心情穩定一點 如果你有好好做的話 很多朋友都已經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感受了 我們在討論區裡面可以看到 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說 他的情緒慢慢的變得比較穩定了 這我要很恭喜各位 持續的努力 會對自己的健康帶來一個好的影響 也把自己的情緒做一個仔細仔細的刑查 在未來這個禮拜 如果你有情緒 不管是高興、生氣、緊張、難過都好 那這時候把你的一個情緒的經驗寫下來 然後再上傳到我們的討論區 做一件開心的事情 要用開心快樂的大腦神經迴路去競爭掉 不開心的、難過的、煩惱的、緊張的、生氣 所以主動做一件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願意嗎 我請問你們 你最近一次對自己好是什麼時候 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你至少這一週 主動為自己好 做一件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上傳上來 讓老師知道、讓同學知道 這樣好不好 期待你的開心事件 期待你的開心紀錄部 那所以這週的作業就再加上去囉 我們就再練習一次 轉念 我們繼續轉囉 轉念繼續轉 今天我們請到圓圓囉 嗨 嗨 美女 好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個轉念的經驗 好啊 最近就是工作上有一些不太開心的事情 工作上有不開心的事情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稍微描述一下 這個事情怎麼個不開心法 就是跟夥伴在溝通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努力的生出一些成果 然後給他做 可能就是恢復我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OK 所以好像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用了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你可以讓我知道他講的 什麼樣情緒性的字眼嗎 他可能就說 這一刻我不滿意 OK 當場嗆回來 我不滿意 OK 然後不然就是說 應該是你要陪 或是我應該要陪你 OK 好 好像 有一點點瞧不起人的感覺 OK 好 所以在遇到這樣的一個事件 這是A 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工作上遇到夥伴 在跟自己講話的時候 都是用到一些比較負面情緒的一些字眼 你的感受是什麼 C 情緒的感受是什麼 一定會不開心 然後甚至會有點沮喪 就想說 我都這麼努力了 為什麼 就是不能 給我一些回饋呢 所以 情緒是沮喪的 OK 所以在C的部分 情緒是沮喪的 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工作上遇到夥伴 講話的時候 不太客氣的 用了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情緒就是不開心沮喪 好 那那時候你想到什麼 可能是我自己工作也沒有辦法 就是在協調之後 可以讓雙方都滿意 好像我自己的 你懷疑自己的工作能力了 OK 所以你開始懷疑自己的工作的一個協調力 會覺得自己可能協調的能力不夠好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樣子還真的讓你滿沮喪的 OK 在工作上遇到夥伴在溝通上面 用一些情緒性的 副相的一些情緒性字眼來批評自己 那自己會覺得很沮喪 那沮喪的原因是什麼 你想到說 可能是我自己真的能力不好 我不太會溝通協調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下場 所以你的情緒是沮喪的 OK 這樣很難過咧 很難過啊 怎麼辦呢 只好想辦法轉換一下 OK 你怎麼做呢 告訴我們 可能他最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 然後剛好就刮到颱風尾 你是說可能剛好對方最近 忙到不行 忙到不行 忙到爆 他壓力太大了 所以他的情緒就不穩定 所以這個狀況是可能是 對方 情緒壓力太大 情緒不穩定 掃到紅台味 哇 台灣最近颱風很多 所以在辦公室都掃到紅台味 當你這樣子轉念的時候 你的沮喪有改變嗎 會 怎麼改變法 大概從200%降到150這樣 OK 好 所以你的沮喪就從200%降到150 我 厲害喔 那還是會 還是會 還是有沮喪對不對 那你有繼續轉嗎 要 一定要 一定要 為什麼一定要 不然真的是會 很不舒服 所以你很聰明喔 你就不讓自己留在情緒的調整裡面 就是說不要留在那個 負向的情緒裡面 你想要讓自己變好 所以你就繼續的轉 對 所以你真的轉念多練習囉 要每天都練習 喔 每天都要練習 好 所以你又怎麼轉呢 就算他用情緒線的自己 可能就是在發脾氣 那可能我這件事可以讓他 把一些不好的情緒發洩出來 對他一直不錯的方式 OK 所以呢 你把自己跳出來看 對方出氣了 那你覺得對方情緒發洩以後 可能過個幾天就不會那麼 對方情緒發洩了 你會覺得 當他不那麼緊繃 不那麼緊張的時候 會有什麼好處 就我們可能在協調上 會彼此都會更有 情緒上會比較合法這樣 就比較好溝通 對 所以對方情緒發洩了 將來可以比較好溝通 OK 所以你期待就是 他這次發洩完下次 應該會比較好溝通 OK 對 那這時候你的 沮喪的情緒有改變嗎 就會從150再降到100 喔 恭喜喔 也就是在這個情況底下 你轉念 繼續轉 你在多用了一招之後 把你的那個情緒呢 繼續降低 你的沮喪的程度呢 就從150 降到100 這樣很棒喔 OK 所以各位朋友 你看演員是不是很厲害 他透過持續的轉念 幫助自己情緒越來越穩定 你們猜一猜還會不會繼續轉 當然還要啊 當然還要啊 為什麼也還要 不然會對自己不好啊 對啊 讓自己情緒 留在情緒的挑針裡面 誰倒楣 當然是自己倒楣啊 那轉念 你這樣練習下來 容易嗎 一開始會比較難 一開始會比較難 後來會進這個 有多新的想法 對啊 對啊 所以轉念 其實是可以透過練習的 除了自己練習之外 還可以怎麼樣子 幫助自己轉念 或是問問別人的意見而已 如果你有夠好的朋友 所以各位很重要的是 你身邊是什麼樣子的朋友喔 你的朋友想法是 比較積極正向 比較容易轉念的 還是你的朋友 每次看到你 就在抱怨 批評這個 批評那個 罵這個 罵那個 這對你會有很不一樣的影響 對吧 對 要不要慎選朋友 一定要 一定要的 你的朋友其實每天都要給你洗腦 相信我 相信我 所以 自己給自己正向的想法 或者找好的朋友給自己 正向的想法 有彈性的轉念 這就是好的大腦體操 只有持續的練習 會對你造成一個正向的 持續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必須說 八週課程的結束 是改變的開端 你依然要持之以恆的練習呢 才會讓這個效果持續下去 所以練習 很重要 是的 好 這個過程當中 練習 維持一個正向的思考 努力的去 讓自己更開心 對自己做一個好的事情 讓自己開心 除了讓自己開心以外 也需要讓你的家庭 你的社區 你的朋友 大家都有一個健康快樂 正向的一個能量 這時候大家可以互相提醒 要怎麼樣 就是要散發正向的能量 然後就是讓大家更放鬆這樣子 更放鬆 然後就會更健康 然後也更快樂 所以就會像聯誼一樣 我們是一個 就會擴散出去 非常好 把這個快樂的正向的一個情緒 慢慢慢慢的擴散出去 透過持續的練習 我們自己成為一個正向的能量點 把這個擴散出去 這時候快樂會越 越來越多 擋 越來越少 身體 越來越健康 所以你不只健康 你不只身體健康 而且是快樂 而且是有生活品質的健康 這樣好不好 好 不管你的命好不好 要有 好的習慣 如果你命不好呢 習慣更要好 好 所以呢 這把做課程上下來 你有沒有養成一個什麼好的 輕輕減壓的好習慣 我的話呢 就是在面對事情的時候 其實轉念這幫助我真的很大 像是做就對了 或者是就是 轉換一下自己的想法這樣 非常好 轉念 不容易喔 轉念是很難的喔 不過 因為我們 我們的八週課程 循序漸進 一步一步的累積之後 你就容易做出轉念的一個方法 如同可學一樣 你這種好方法要不要 分享出去 要 OK 那你有沒有好的飲食習慣 如果有的話也分享出來 所以都把它分享到教學平台上 告訴我們你做了一個什麼好的改變 而且這個行為呢 是可以持續下去的喔 分享在討論區上面 透過你的分享 會有誰受惠 大家 所有參與這個課程都會受惠 大家就會知道 你有一個這樣正向的一個改變 你會激勵其他的人 也一起來做一些正向的改變 大家成為正向的能量點 互相的激盪 互相的幫忙 讓我們參與 清新、減壓、保健康 這個課程 所有的朋友呢 都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健康 所以 趕快上船上來 OK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 有一個互相幫忙的一個力量 來鼓勵 支持大家都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正向 OK 一起來 好 我等你囉